Hello,大家好,就讲一下随喜功德 就是,嗯,你要赞叹它 人人是好人,事事是好事 嗯,这个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,嗯,平常呢 嗯,我要请别人来吃饭嘛 有的时候呢 嗯,你邀请的人,他可能要去别的人的饭局 他就不来你的饭局 或者是他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 那这个时候呢,你还是要随喜 因为啥吧 因为我们呢,做人做事呢,其实秉承着的 还是让对方幸福 所以呢,如果呢,你组织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也是为了让这个人幸福 所以呢,他既然可以啊 比如说,如果是吃饭,他可以到别人那里去吃饭 那一样都是吃饭,那我们都赞他 都随喜 嗯 因为对于他来说呢,只要他能够吃饱,吃一顿好饭 在哪里吃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,即使是吃饭这样一件小事呢 你也是个能够锻炼你 嗯,随喜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再比如说,在我们工作生活的时候 碰到一些人,他有了一些成就 我们都是恭喜和赞叹 那要不然的话 嫉妒和障碍 其实呢,伤害的是自己 无论什么时候呢 我们都有着一个供养 一个 嗯 嗯 不敢为他人先 嗯 嗯 赞叹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加油 阿弥陀 佛 阿弥陀